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点进来了 还不赶紧留下个点赞收场加关注吗 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Chillman 很多男生在追女生的时候会感觉到非常的累 你为他是秒回 而他为你是轮回 我若你对女生多热情 他对你总是很冰冰的 不管你为他做什么事 他好像都不会感动 所以呢 很多兄弟就会觉得越追越累 不知道是应该继续追下去好呢 还是应该及时止损放弃好呢 继续下去吧又太累 放弃吧又不舍了 其实男生追女生感觉到累一般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追得太紧和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 这个时候男生就需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自己追的方式不对 还有这个女生到底有没有喜欢你 所以呢 男生在追女生感觉到累的时候 一定要迅速做出这两种决定 不然你越有益的话就会越容易的失去 第一个调整重心 尤其男生追女生感觉到累 可能是因为自己追得太紧了 烦死了 因为啊你把全部的心思都铺在了那个女生的身上 你呢就很容易被这个女生所影响 如果那个女生突然迷惑了你 你就像追了红一样 你呢就会把自己是不是做的还不够好 然后呢就会更加加倍的去讨好对方 不断的给女生买礼物献殷勤 其实女生对你这种行为呢 你会感觉到有很大的压力的 因为啊你的需求感实在是太强烈了 所以呢 他们为了不想有那么大的压力 他们选择拉开距离 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先冷静下来 调整一下自己的重心 追女生最忌讳的就是把重心都放在女生身上 所以啊 把自己全部的重心放在女生身上 就会很容易导致你自己患得患失 所以呢到最后啊 你就会感觉到越追越累越来越迷失了自己 这一位女生最正确的方法呢 就是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 多花点时间和心思去提示自己 比如衣品啊 发型啊 语言技巧啊等等 俗话说的好 自己是无头 共还才来机嘛 你各方面都提升上去了 还怕没有女生喜欢你嘛 但是啊 要不是真的喜欢 谁又愿意去付出呢 绝大部分的男生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人 都只知道 也为了去付出 天真地以为真心可以换来真心 结果得到的是什么呢 女生对你的护理不准 想要放弃吧 但是又不舍得了 因为啊 你对女生付出的实在是很累多了 但是呢 又不知道该如何继续下去才能得到女生 很诉说无策就对 那你可以去到主页 找到私信 回复我 秋秋 我这里呢有一份撩妹密集给你 或者你也可以提出你的情感空落 我会给你一些针对性的建议 回到话题 第二个 及时折损 其实大多数时候啊 男生追女生感觉到累 多半呢 是因为那个女生不喜欢你 但是呢 也有女生是把你当成对孩子的 她们虽然不喜欢你 但是她们喜欢吊着你 对你忽忍忽热的 接受你对她的好 但是呢 又不会给你什么回应 当你啊 累着想要放弃的时候 她对你的态度啊 会突扬的好起来了 其实呢 她就是不想失去一个 会她好的人 但是要记住一点啊 在追女生的时候 如果女生没有给你回应 那她呢 就是不喜欢你 你可强烂 不要收腕 你的真诚付出会打动的 因为女生不喜欢你的时候 你做什么都是理事无补的呀 你的付出啊 更有可能会让你轮为一个废胎 所以追女生的时候 你感觉到累 女生又没有给你回应 你就应该及时止损 放弃她 虽然呢 放弃一个喜欢的人 心是会很痛的 但是 你又恶忽的一个 你永远都得不到的人 其实你换位思考一下 女生失去的是一个很喜欢她的人 而你只是放弃了一个 你不喜欢的人 亏的是她 又不是你 好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留下你们的点赞 收藏 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